小心火烛 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大大的灾害 在昨天深夜的十点多 高雄市沿城区有一栋老旧的透天醋 突然传出来火警 那么由于屋内堆满了易燃物 火势是迅速延烧 消防局动用了七个分队才把火势控制 索性屋主在第一时间就逃了出来 没有任何人伤亡 而起火的确切原因现在正在调查 25日深夜 高雄市沿城区这栋老旧透天醋 位在三楼的铁皮屋突然传出爆炸声响 附近住户看到屋主一家四口从一楼冲了出来 赶紧打119报案 由于屋内堆满大量杂物 书籍指张散落一地 救火工作阻碍重重 消防队员必须将毅然物品主意清开 花费不少时间 火势在凌晨1点半左右全数熄灭 不过也延烧到附近的四栋房屋 也因为屋内堆积的物品实在太多 消防队员一直到清晨都还在处理残火 不少路过民众围观 也让附近邻居一整晚都无法入睡 联邦刘新军高雄报道